大家好,我是申尽娘舅 今天我和小顾两个人从上海驱车两百多公里来到江苏的丹阳 那么到达丹阳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了 我们还没吃晚饭呢 今天吃了,走 吃啥 这个季节嘛,吃河豚嘛 吃河豚 那行,顾老师坐后面 是不是这么好吗 你坐后面 这个 坐嘛 坐这里 这里不能坐的 这个坐在上海市有好多人一辈子都坐不到的 你们先去,我随后就到 走吧 不愧哦 你要带他去 怎么是粉色的 好,走 行,我开车过去 我现在在的地方是丹阳的一条华南路 然后今天小小带我们吃的是这里一家最满楼 他说这是一家老饭店 他请我们吃的是印记河豚 主要就是吃河豚 鲜嫩多汁 鲜嫩多汁 我记得上次吃了千岛湖的鱼头汤啊 这个鱼就是 阿拉萨先生叫西班鱼 就是这个肉很柴的 这个就是很嫩的 可能比较肥 肉比较肥 我看这个河豚鱼啊 它好像有两种不同的颜色 这是鱼身上的哪个部位你知道吧 比方说这个白的是鱼身 肚子呀 这个是肚子 那这个黑不溜秋的这个是什么呢 也是肚子边上那块呀 肚子边上这一块 这个这个黑不溜秋的这个我估计是它的内脏 这个黑不溜秋的这个是什么 这个对你说 内脏啊 内脏 河豚的内脏能吃吗 没有,起来真的就能吃 是吗 现在都是养殖的 反正外面坐满了人 坐满了人 这个肖肖介绍一下 这个 我们江苏的十字头跟你们上海的有区别呢 有什么区别 纯肉线 纯肉线 来,查查 这个啊,纯肉线 老女儿嘛 给我看看里面是不是纯肉 纯肉线应该是 把上海的四字的 包括冬冬秋的四字的 得比一下 上海的四字头 有可能不是纯肉线 但是里面会加一些其他东西 什么马 什么马蹄什么东西 就是比较硬 这个很软 有点口感 不是味道有点像鱼碗也很软 小字你要根本腻吧 不腻 吃一个肯定不腻 吃三个肯定有点腻 这叫什么酒啊 香槟 这个叫香槟 它里面好像放了银粉 产地是哪里的 西班牙 啊,西班牙 来,我们用这个 来,我们两个感谢萧萧的热情招待啊 这个酒度数不高的 十度 哦,才十度 你可以喝的没事 我们俩尽量往底下压 你尽量往上抬是吧 我们这个东西都不在乎的呀 不在乎 不在乎 其实我想和很多网友说的是什么呢 我和郭老师两个人是上海人 我们上海这边没这么多规矩 大家都很随意的 就是反观你们江苏人啊 就规矩特别多 就这点不好 就大家就随意点不好吗 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 有什么颜色呀 不像你们上海 比较放任自己的 我们可能是菜 但是我说一句呢 因为我们是比较 我一个集合圣洁是比较好的朋友 你和大家是比较好的 我们以后可能会 一直见面的 所以说我们就随意一点 这个河豚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就比方说河豚的它这个地方 它是河豚的气囊 对吧 皮 你要是那个它受到河豚受到外界刺激 或者危险的话 它会把这个给脏了鼓鼓的 但是这个部位啊 我刚刚吃了 不好吃 它上面一根根都是刺 都是刺 你看我那个吃了一半就就吃不了了 我都吃下去了 这上面都是刺 我觉得难以咽口 其他部位倒是 倒是挺好吃的 最好吃最有营养的那个部位 你不吃嘛你就不吃了 还要在那个 但是吃不惯 这个就留给你们吃吧 好吧 我刚才吃了一个口感呢 就像 像苏比 嗯 等着我瞅不起来 等着X1 但是总的来说河豚 它身上的肉确实是鲜美的 又嫩又肥 又滑 像入口计划一样 入口计划一样 虽然你刚刚拼尸切五层有倒地啊 味道有倒地 嗯